封城秀吉提出停战条件 要求朝鲜割浪一半领土 万利帝把自己的公主送到日本去和日本和亲 简直是无稽之谈 接着说这段万利抗日战争 上回讲到碧体离战 民军遭受重创后 李柔松本打算退守平了做修整 这时候捷报传来 朝鲜水军在信州三城大破日军 日军退守汉城不敢出击 李柔松抓住战绩 立刻下令出兵汉城 大将扎大兽进言 我军心败不及不及 而日军人马众多两丑齐备 我看此事不宜主动出击 李柔松笑道 那如果日军比我们更加良草不济呢 扎大兽一看李柔松的表情 既然主帅已有安排 我愿听将领决一死战 历史上所有的战争侵略者最终必定是失败的 除了正义和非正义的政治因素外 还有一点重要的原因就是地理要素 日军在朝鲜作战不知地理 和明朝的将士有朝鲜的向导官 这点差异是非常大的 李柔松在朝鲜的官员手中 早就摸清了汉城周围的地形地势 想出了一条破敌妙计 李柔松击鼓声掌扎大兽听令 再命一帅五百精兵 带上硫磺燕霄等引火之物 同高燕博将军今夜出发 绕开汉城日军的守卫 轻装潜伏而行 目标汉城南郊的龙山 半夜止时之前务必赶到 令授以锦囊一个 李柔松和诸葛亮一样 交给扎大树一个锦囊 抵达龙山之后 按锦囊之中计策行事 遵命 李柔松又拔出第二支令箭 李柔柏天令 炸爱 这个李柔柏是李柔松的另一个弟弟 前面讲过的一个弟弟 李柔梅在碧梯里之战中 中了日军毒箭阵亡了 命一带三千铁骑 另加两百李家军 在马山馆埋伏 见龙山火起司出兵接应扎大兽 不得有误 遵命 骑以了马 谁本帅兵进 汉城遵命遵命遵命 遵命 1593年1月26日 明军各部列马 整庄从皮州出发 当时我扎大手 领了五百精兵 在黄昏时分先行出发 他心里还在纳闷啊 主将只派给我五百人去攻篮那个龙山 龙山不就是汉城南边的一个小山岗吗 你打下龙山有什么用呢 我五百人守这个山头又守不住呢 一边想一边前进 五百人马 就是一银人马 也没有带 只中两朝 很快就绕开了日军的防守 来到了龙山脚下 到了龙山 扎大手一看 地形 山丘上 日军扎了十三个高大的堡垒 每个堡垒 有一百多名日本武士防守 最外侧 弃有一道十墙 总兵力大约两千 扎大手 细声问高燕博 这是什么地方 日军为什么要在这个小山岗上 扎下十三个堡垒 高燕博道 此处来汉城屯粮之地 朝鲜军队溃败之后 被日军占领 这个屯粮地有十万弹的粮草 过城内五万日军 使用三个堡垒 扎大手大喜 赶紧打开 李如松事先授云的锦囊 一看 上书两个大字 烧粮 扎大手立刻将五百人分成五队 从各个方面悄悄地逼近龙山粮昌 镇守龙山粮昌的日军将领 叫做本多重魁 因为龙山粮昌 在汉城的南郊远离前线 本多重魁 根本没有想到 明军会来袭击这里 这天晚上 把十几个抢来的朝鲜少女 带进营中 寻欢作乐 本多搂着一个朝鲜姑娘 正在心头上 花姑娘花姑娘喝酒 哈哈哈哈 突然手下人来抱 将军不好了 东边的粮昌起火了 那还用来 报告吗 你快去救火救世 是 不久 又有人来抱 将军 西边的粮昌起火了 抱南边的粮昌起火 抱北边的粮昌起火 本多感觉情况不明 把朝鲜姑娘推在一边 抓起身边的五十刀 向外冲去 到了外边一看 可了不得了 四面八方 火光冲天 沙达兽的五百士兵 从东南西北各个方面 用浸满松油的火箭向粮昌发射 当时的粮昌是木制的 顿时 烂起了熊熊的大火 本多重魁急得大叫 快救火 快救火 怎么救啊 俗话说 水火无情啊 这么容易救的话 这世界上就不存在火灾了 扎打手一看 任务基本上完成了 大叫一声撤 五百士兵一起向后山撤去 本多重魁急得眼都绿了 给我抓住他们抓住他们 日本武士这才想到 除了救火 还要和民军作战 于此分出几百人继续救火 其余的一千多人 拿起刀枪去追赶 扎打手 扎打手 只有五百人 毕竟人单事故 高焱不说 将军你先撤 我来断后 带了一百多士兵 折回来和日本武士 撕杀 日军一千多人啊 十比一啊 这个肉搏战就是看人多人少啊 高焱博寡步敌众 被日本武士 砍死在龙山脚下 扎打手继续撤退 且战且走 正在危机时分 李卢柏带了三千人马 赶到 把日本的追兵杀散 扎打手得知 高焱博迅难 泪如雨下 龙山一战 汉城的日军 良朝毁于一带 海运又被李顺城的水军 齐断 汉城的日军陷入了困军 这时远征 咸杏道的 加藤清政的第二军团 侧兵赶到了汉城 汉城的日军人马是越聚越多 达到了十分之重 加藤清政组装再次出击 但屡次被日军重创的小夕刑长 和宇多喜秀家决定和民军议和 双方争执不下 于是呢 日军想出了一条责中的计策 先贾义和民军议和拖延时间 同时派人送信回国寝室 封城秀席 让封城秀籍亲自决定是继续作战 还是和谈 于是 于多喜派人送信往李如松营中 说两军交战不分胜负 为了避免森林涂炭 希望霸兵言和 若民军有益可派使者赴汉城和谈 李如松送走了日本十九后 召集首相将士说 日军的粮草已被我烧尽 现在想要议和 这打的是什么如意算盘 我军不必进攻 在此固守日军粮草已尽 不须时日必定放弃汉城退兵 各位将军 再再再 坚守自己的淫债 以防日军偷袭 遵命 汉城里的日军 粮仓被烧了 只顺城里的一些存粮 开始人心惶惶 于多喜多次派人去民营 要求议和 李如松称议和之事 需要上奏万里皇帝 现在正在等万里帝的批示 让日本使者回去听信 李如松想的是拖延时间 你粮草已经没了 我拖上十天半月 你不撤兵也得撤兵 但是这个时候 朝鲜国内出了一个奸臣 我们翻看朝鲜的历史 这个国家在历史上好多次 都差点被灭了国 是什么原因呢 除了他们战斗力非常弱以外 另一个原因呢 就是朝鲜著名的是一个出奸臣的国家 这次又出了一个奸臣 这个人呢叫做袁坤仪 官列军前参战 袁坤仪这个人呢 是组合派 就和南宋的秦桧是一流人物 他知道日本正在提出想议和 但是李如松用拖延的计策 不是真心想和日本议和 于是呢便找到了朝鲜的兵部上书 石兴 通过石兴呢 又向明朝的兵部上书 提交国书 通过外交手段 希望明朝的万利帝 能够下旨命令这个李如松去和谈 明朝的万利帝 他出兵支援朝鲜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赶走日军支援朝鲜嘛 现在看到朝鲜的外交部 发来的书信 希望明军支持和谈 万利帝远在北京 也不知道前线的状况 就下旨命令李如松和日军和谈 1593年的3月18日 万利帝的圣子到了前线李如松的大营 一方面是犒赏三军 祭奠阵王的将士 另一方面 令李如松和日军和谈 看到了万利帝的圣子呢 李如松也没有办法 只能和日本议和 议和的中方代表是万利帝派来的 使节省为俊 日方代表呢是小西刑长 明朝提出的议和条件是 一两军霸战 日军先退兵到釜山 明军退兵到开城 第二 撤兵过程中双方都不可追杀 最终和谈成功前保持停战状态 日军撤出的帝界交还轨朝鲜官员 日军释放被俘的朝鲜官员和朝鲜皇太子 明朝派使者赴日本洽谈和平条件 当时日军已经弹尽粮绝 对于明朝提出的条件是全盘接受 但是呢 日本分尘秀吉提出的条件 却是非常苛刻 分尘秀吉的条件是这样的 第一 明朝万利帝亲自送一个公主 到日本去和亲 嫁给日本的天皇 作为日本的皇后 这个讲的好听是作为日本的皇后 其实就是要万利帝送一个人质过去 第二 恢复中日之间的贸易 第三 中日两国 永结 门好 这个第二第三点呢 没有太大的问题 第四点问题又来了 朝鲜割让四道给日本 另外四道呢 还给朝鲜 首都汉城归还朝鲜 就是要朝鲜分一半领土给日本 第五 朝鲜送王子 及两名重臣 到日本作为人质 这个就有点苛刻了 你国家和国家是平等的话 不应该提出这种条件啊 分尘秀吉就是想把朝鲜作为自己的下属的藩国啊 所以要朝鲜送人质过去 第六 日本释放之前被俘的朝鲜皇太子 以及其他的王子和文武官员 第七 朝鲜写下降书顺表 发誓永远不背叛日本 这七个条件啊 除了第二第三和第六条以外 非常苛刻 但是作为分尘秀吉来说 他已经做了最大的浪漠了 千文生讲过 分尘秀吉是个疯子啊 他的野心就是要把日本的首都搬到北京 把明朝给灭了 日本取代明朝作为亚洲的霸主 现在只要求割让朝鲜的一半领土啊 明朝送一个公主 朝鲜送两个王子 到日本来和亲 讲的好听是和亲 讲的好听是作为人质 分尘秀吉 认为这已经是做了最大的浪漠了 小夕形成深知 这七个条件 如果拿到桌面上来谈判的话 明朝不可能接受 只能是再次引起战断 于是小夕形成 和明朝的使节 沈维俊就私下约定 双方各自欺丧瞒下 沈维俊对万里皇帝说 日本已经对明朝 俯首称臣同意退兵了 小夕形成回去对分尘秀吉报告 说明朝同意了七个条件 要求分尘秀吉派移民使者 到北京去交换契约 就这样 沈维俊和小夕形成 两个组合派 双方都是欺上瞒下 把不可能实现的停战条件 给隐瞒了起来 停战称为的事实 但是你也不想想 分尘秀吉要求的是 割让朝鲜领土 这怎么办呢 他要求明朝的公主 和朝鲜的王子作为人质 送到日本 这又怎么办呢 沈维俊 已把日本条件都隐瞒起来 不上报给万里帝 这是欺君之罪 后来万里帝果然知道了此事 以欺君之罪 把沈维俊斩首示众 这是后话 当时在小夕形成 和沈维俊玩猫腻之下 表面前双方达成了 停战条件 义和成立 1593年4月16日 日军开始撤离汉城 同时李如松和朝鲜联军 接送汉城 接着日军一路撤兵 一路南下 按停战的约定 一直撤到 釜山 李如松 协助朝鲜军队 接受了 庆上道 全罗道的大片势力 朝鲜国王李松 从益州回归汉城 万分感激啊 从1592年4月12日 日军登陆 釜山 至1593年4月16日 日军撤兵 差不多正好一年 当时日本天皇的年号是文陆 因此这场战争在日本称为 文陆战争 停战后 李如松奋调回国 陆朝参战的明朝将士 留下一万七千人马 由大将麻贵同龄 在朝鲜半岛协助朝鲜军队 监视日军的行动 以防日军反扑 其余人马于1593年8月之前 全部撤离朝鲜 万日抗日战争的第一次大规模 陆朝作战宣告结束 但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小夕寻常和沈维俊 欺丧南下 雪地里包不住死孩子 封臣秀吉 如果知道明朝并没有答应 他的七个了解 又会怎么样呢 封臣秀吉扯诏书 沁肠之战 起硝烟 下回再演 请uck点赞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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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